啊宁哥你到了吗宁哥 哎呀 我们宁哥总餐来了啊 哎呀真的是这么的客这么的客气啊 来来来带这个礼物 快请坐 请坐 好嘞来来 啊谢谢谢谢 哎呀 这个感觉有点分量啊 来那么首先我们和我们直播间各位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刘雨宁 那今天很高兴又能来到巴黎欧莱雅直播间了 哎呀宁哥你说你来就来吧 对还带这么多 那必须得给大家带礼物 太客气了 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既然是来做客的呢 当然不能空手来嘛 而且呢这是我和巴黎欧莱雅一起给大家精心准备的满带美礼 那里面都是我想好好给大家推荐和分享的这个欧莱雅的产品 哎呀这个我就先带大家给收下了好不好 那么稍后以我们抽奖形式啊来送给大家 哎那么宁哥日常啊就我们去朋友家做客 是会准备就是很多礼物吗 当然我们就是因为从小就跟家里有人出于串门嘛 总知道一句话就是去人家不能空手嘛 怎么都得准备一些的啊 就不能空手去 哎所以说我们宁哥不仅是一个口碑歌手啊 你在生活中口碑 坨坨的 坨坨坨的啊 还行还行 哎那么我想问一下 就是宁哥一般性会送什么样的礼物啊 因为刚好吗 我们现在是在一个双十一大促的期间啊 就也很适合给大家去囤点东西 要送礼什么的 是是是 我觉得就是因人而异吧 因为我怎么说呢 这个如果他没有什么特别的喜好的话 我想说送这个欧莱雅的精美礼盒 一定是没毛病的啊 不会说错 对 没有错 哎 大家就是如果说要送给自己的一个闺蜜啊 或者妈妈啊 长辈啊什么的 就听咱们宁哥选择我们的欧莱雅护福礼盒 哎 那么宁哥就是平时啊会给自己送礼物吗 因为最近有个词叫做奖励新人格 宁哥听过没有 哦 没听过 哦 那我来告诉大家 好 你给我讲讲 就是啊 就是我们只没事啊 就来奖励自己的朋友 比如说今天不加班 奖励自己一下啊 今天加班也奖励自己 这已经变成一种人格了 还有啊 今天天气好奖励自己 今天天气不好 我也得奖励自己 所以说这就是属于我们奖励新人格 那这不就是这个这个想干嘛干嘛的性格吗 没有 当然我平时也会这样 比如说今天工作很辛苦 就想奖励自己 说吃一顿好吃的啊 给自己买点自己喜欢的东西啊 就会也会这样的 哎 所以说我感觉这样子的话 其实让自己的美好变得很快乐 是让自己觉得生活值得 工作也值得 是的 就是每一天你有一个快的心情之后 哇 你就感觉世界是美好的了 然后你感觉哇 整个身体也变好了 没错 所以说我们要经常啊 就给自己送送礼物 是 那么趁着我们双十一对不对 也可以给自己买一套我们的欧莱雅护务力 和奖励自己对不对 对 而且这个双十一期间非常的划算哦 是的 而今天大家知道我们主题是什么吗 刚好也是我们的美礼满代 惊喜上门 那么宁哥呢 在我们今天也化身了 我们美礼派送官了 惊喜上门 我们的欧莱雅直播间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就要揭晓了 咱们宁哥带来的满代美礼 过程中呢 我们会有一些互动游戏 还是一样的 我们的传统嘛 是不是 好呀好呀 需要宁哥来挑战 没问题 挑战成功之后呢 分别给大家送出我们三轮福利 好不好 好呀 好 没问题啊 所以说各位啊 我们也要持续蹲守在我们的直播间 迎出我们今天的大奖啊 那么刚才宁哥是不是给我第一个礼盒 是 就是要给大家来分享我们的一个美礼好物了 是不是 没错今天就是我带来的头号美礼 所以说那这里的话呢 我就代替大家看看里面是什么东西 来 这款礼盒里面都是我们欧莱雅的明星单品 一看 我们欧莱雅的小蜜罐第二代面霜 还有我们的小蜜罐精脆水 还有我们的欧莱雅黑精华 我想问一下您哥 为什么要推进我们这款礼盒呢 首先呢 它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名字 叫做小蜜罐大王炸 就是是不是一听就是就是他了 一听又是这个太厉害了吧 没错 因为谁到我们年底的时候不想狠狠的王炸一把 是 首先这个寓意非常好 就像你怎么说呢 里面都是这个我们欧莱雅的明星单品 而且现在特别要到这个秋冬季节了 天气会稍微干燥一些 而且你的皮肤也会变得干 那这条小蜜罐系列呢 就比较适合秋冬季节 嗯 确实啊 就是我们一遇到我们的一个秋冬幻季嘛 我们的皮肤的一个胶原蛋白就会更加容易去流失 对不对 没说没说 而且像我们宁哥一样的就长期会去带妆 然后还有就是熬夜工作嘛 就是感觉结束以后就整个人的脸就感觉有点垮丽 是的 你每次卸了妆之后就感觉你就能透露过那个镜子 看到自己脸上的疲惫 对 就一股满满班位的一种感觉 是的 就是像我下班以后啊 我就会感觉自己是要满满的班位下不去 所以咱们就很多 就是镜头前还有很多都市历人啊 那么熬夜之后呢 第二天又想展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美美的 对不对 那么真的很需要您各位大家所分享的啊 我们这套小蜜罐的大王炸套装 帮助大家去横扫我们的极营啊 直播我们胶原 横扫班位 一套就够了啊 好 所以说在这里的话 大家已经看到我这边的道具都已经上来了 那么稍后呢 我们将会以一个抽奖的形式 来给大家送这种小蜜罐大王炸的套装组合 好呀 满不满意 满意都可以扣在我们工程上啊 是不是 是 那么在这里的话呢 我们整整准备了五个气球 那么也相对应了我们会有五 会有好多挑战来给到我们各位 那么您多来选择我们其中的一个气球 呃 选个三吧 三 来 你拿一下 好 就三号啊 我们可以反转给各位来看 哦 对应的挑战什么 叫做 职场必备 哎 您哥觉得什么是我们的一个职场必备 就是职场 你上班的时候 你得有一个非常稳定的一个精神状态吧 可能就是这个啊 让自己 能够能够去适应这个比较呃累的一个工作环境啊 哎 是的 所以就是说这个非常一个真实 因为大家都说啊 大家上班的时候啊 得带点我们平静的一个风感 是的 所以说来各位请看 我们准备了一些我们职场必备礼包 我们想要请我们 呃 宁哥啊 来给大家来模仿一下 不知道您哥有没有用过这表情包 我们先一个个来看 好吧 哎 好好 那么就是我们的一个第一个 我们请您哥先来模仿一下 嗯 又我 哈哈哈 哎 那么的话就你应该觉得这个表情包的话 在什么时候觉得适用 就是你准备要这个已经工作一天了 然后这个时候呢 突然你刚要背着包 然后要想要啊 飞奔出这个公司的时候 突然那个你们的主管叫过你 哎 那个不好意思 今天你给我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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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案呢 你需要再修改一下 那边客户有意见 而这个时候 用我 哈哈哈 就是这个意思啊 哎 对象是非常那个生动啊 哎 那么下一张也是我们非常火的一个 嗯 慢走的表情包 哦 来看一下 这个 抱抱一丝抱一丝哈 嗯 哎 还有点这个口音的感觉啊 好 那么下一张啊 就是啊 还在开始 不好意思抱一丝啊 很可爱啊 来各位我们今天的真的所有的互动环节 真的都非常非常有意思 而且是我们这回真的应该算精挑戏选的 是的 所以一定不要错过我们今天的每一个环节 每一个细节好不好 那么接下来哎 有点难度啊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 滴滴 air什么意思 你应该知道吗 我还真不知道 滴滴 air 呃 就是戴个小眼镜 哈哈哈 我还讲一下啊 就是我们滴滴 air什么 就是我们的最后期限 他呢就是我们dayline的一个英文的一个缩写 就一般指什么 就某项任务啊 截止的一个最后期限 对我们有请您给我们在魔法面的滴滴 air的这样子的一个表情 是什么 就这个吗 就是看直播啊 看直播 啊就这样哈哈哈是吧 好那么那么在这里的话呢就是我们也是感觉和滴滴而拼了啊 拼了我很好奇啊就是银哥就是有没有这个拖延症啊 哎其实也会有嗯对有的时候来了一堆工作上的事我就可能到 就是我可能不会当下去去看 因为我当下可能有别的事来忙 我就会搁置一下 然后从想起来的时候我再去办大啊 哎其实啊就像什么 就像在我们小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受啊 嗯 就比方在寒暑假 我就感觉什么 就是每次都是前三天 猛猛的赶作业啊 比方周末的时候 对对对 礼拜一的早上 我一定是到的最早的 不是因为我有多好学 而是我得约一个学霸 早点去啊 借我看一看 哈哈哈 借我借借鉴赏一下 好吧啊 好所以说呢 就是像宁哥的话 你小时候将暑假作业寒假最终的时候 你是什么时候第一天完成的 我通常都是后一周吧 马上开学的时候去完成的 我已经都是 我是这样的啊 对 所以大学都一样 就是感觉也是 哇这寒假作业这四个字离我好遥远 我觉得对好久没有这个感受了 但是就是我们现在回想了一下 其实就回想这些读书的时候 感觉其实还是非常有种吃糖感觉很甜 是的 是的 完全是也算一个比较美好回忆 美好回忆 就再回再回不去的一个感觉 对但是虽然我们在小时候都想着快点长大 但长大之后还是想着小时候时间有多好 是的 无忧无虑的 所以说现在我们就要来有个对比的 对不对 反差一点 职场 我们经常要面对啊 工作啊 这个DDR啊 那么我们熬夜之后可以用上什么呢 那当然得用上我们这一套 这个啊 小秘惯大王炸的一个套装 帮我们就是恢复状态 没错 所以说我们在这边还准备了一个来各位庆刊 哦 他呢比较抽象是文字类型的 不知道宁哥能不能get到他的一个精髓 就是就是好好好 啊就是看到我们这一关我们的小秘惯大王炸怎么样 宁哥 好好好啊 是这样要兴奋一点是不是啊 所以说宁哥这个挑战完成 好好好恭喜完成我们的挑战啊 哎 所以说我们之后啊 三个会送出就是我们的小秘惯大王炸组合 各位不要离开我们直播间 那么说这么多 宁哥应该非常了解我们小秘惯系列了啊 对 当然就是因为我很早就用过这个小秘惯吗 而且尤其比较适合这个秋冬系列 当皮肤比较干燥的时候 然后你就用它就会 把皮肤变得很滋润啊 对就是它不仅是一个滋润 而且还感觉到我们皮肤有种什么喷弹起来的感觉 哦是啊 对 你哥你知道吗 就是像我们刚才所说的就是我们胶原的一个流失 其实主要什么就是我们的三型胶原 也可以称之为宝宝胶原它流失了 哦 所以就是补胶原补的就是这个你说的三型胶原 哦 没错 因为这个大家可能不知道 所以我们给大家来举个例子 就是我们的三型胶原呢 就像我们皮肤的一个乳胶垫啊 因为它的结构啊 它很柔软 而且它并且非常的富有弹性 哦 所以就是说它能够帮助我们肌肤来恢复它的一个紧致弹性 就 喷弹啊 维持就是我们肌肤的一个弹能饱满 对 所以这个三型胶原就是让我们肌肤变得饱满的这个关键了 对 对 年轻的一个关键啊 那么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个小秘惯系列的核心成分之一啊 就是重组胶原蛋白 大家看一下 就是这个成分呢 非常的厉害 为什么 因为它是我们百分百啊 和我们人体的肌肤三型胶原是同源的 哦 所以它就是最适合的 对不对 对 最适合去补充的 对 没错 就这样啊 它的话呢 真的是非常厉害 而且它还有什么 还有非常一个稳定独特的一个三螺旋结构 它的活性非常的高 然后可以为我们的肌肤来直补三型胶原 嗯 起效之快呢 像什么 形象一点 插上胶原快冲头一样 就是那么的快 哦 而且不仅如此哦 它也能够就作为我们的胶原自身的大闸门一样 就是来促进我们的五大胶原 所以 所以它就是能称得上我们欧罗雷亚的明星产品 绝对 而且它我感觉它远远不止 为什么 远远不止 就是我接下来讲 就是我们小蜜罐中呢 它的核心成分 还有一个核心成分 就是四大胜肽 它做到什么 就是我们紧致抗老 这边我要讲慢一点 它做到紧致抗老 重组胶原蛋白 协同我们的波色音pro 和四大胜肽一起啊 它促成五大胶原 激活21类的关键蛋白 帮助就是使我们的肌肤干嘛 充盈 细腻 弹嫩 透亮 比较我们宁哥一样 其实我觉得 我不太行 那么的话 我们的小蜜罐系列呢 能够让我们的肌肤各方面啊 都得到一个提升的充盈 我觉得就是宁哥啊 其实也是和我们小蜜罐一样 效果一样 就不断的是在充盈自我 呃 还行还行 对反正你得丰富自己的 这个所有的 那个技能吧 啊 因为我和您哥已经合作了 非常久的时间了 是 真的是呃 19年吧 还20年开始 我们就就开始合作了 对不对 对 然后就是我就感觉 您的就是这个 就很厉害的 在这个成长过程 就我感觉 哇太厉害了 这个这个就感觉像一个 偶像 就是偶像 嘿嘿嘿 还是就是 可能就是跟我19年比 我就多了一个演员的身份吗 嗯 但是把这样做好也是很难的啊 就是我觉得比较难 难的一个点就是把自己的一个 说到的一个想法 能够真正的去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实现 我觉得是很厉害的 因为像您说之前歌手 嗯 然后现在不仅有歌手的身份了 嗯 演员 嗯 配音吧 对不对 等等不同的一个领域 然后就闪闪发光 就这都是一个自我充盈 并且是一个把正能量给到我们 直播前镜头的各位的 一个让大家都能收获正能量 一个正向的一个感受的一个方式 不敢不敢啊 也希望反正就是 你喜欢什么 想要做什么 你就为之努力就好了 嗯 就是大家要加油啊 那每个人都要加油 那么的话呢 我也想想请我们的宁哥 来玩一玩 就是我们的游戏 来展现一下 多面 没问题 没问题啊 好 那么我相信就是我们镜头前 各位都想看到 对不对 今天这场直播 是不是看的特别的直啊 嗯 那么首先就是咱们宁哥 大家所熟知的 非常非常喜欢的 歌声魅力 嗯 那么刚才说到 就是我们小米关系列 直播胶原 充盈肌肤 对不对 能不能请我们宁哥 轻唱一首治愈的歌曲 来充盈一下 我们镜头前 以及我们现场 各位的内心的 治愈的歌曲啊 您想一下 呃 今天有一有一点 那个 给身体 有有点 有体无的感冒啊 没想到 有点疲惫的感觉啊 人生啊 只有一次吗 那就算了 不用重来 我就自己修改了 修改成我 想的样子 哇哦 就是能够有感受就是我感觉就是一种正量传递然后就每个人唱出来就有不同感觉但是我感觉到就是我不光有热血沸腾的感觉而是感觉到有一个正向反馈 要努力的这种感觉是哎那么要说魅力这个我觉得是不够的这题不难啊对不对 我们接下来怎么来做提升一点难度我们想要宁哥用不同的曲风来唱出我们这个歌曲 哦不同的曲风哎对这有点难啊这有点难哎就是我们刚刚不是就是比较一个平静柔情吗对不对 我们接下来希望宁哥充满活力的来一个 活力的我刚才那个还行啊那就来个活力一点的啊哎 啊哈哈就是那种不行了啊就一定要就往前冲那种感觉啊 来 加油 来 三二一 开始 哇 真的是稍微就是 摇滚一点啊 摇滚一点 摇滚一点 是的 哎 那么的话这个这个像这个版本的话 你觉得柔情的这种感觉能够唱出来吗 哎 可以啊 可以 就你就加点叹气就这种了啊什么感觉 哎 人生啊 只有一次吗 嗯 那就算了哎 可能就这样你加点这种语气的可能就会 呃 岁月静好一些啊 所有的感觉就就是音乐的魅力可以音乐就是能 感受出我们不同的一个情绪的传递 我觉得真的是太厉害了啊是的是的哎 对吧 这里的话呢我们就感觉到就是我们的一个 班位实责的感觉 但听到我们宁哥的歌声就充满这种用张力的这种状态 没错啊 那现在就需要我们这个 小蜜罐大王炸了对不对 没错就是这一款啊 就是我们的小蜜罐大王炸 只补教员很扫班位啊 那么这样呢大家可以想看一下我们宁哥声明 那么今天呢我们宁哥作为我们的美里派送官嘛 嗯嗯那么就会以你的专属美里派送官人设 用充满磁性用温柔的深信来推荐一下 小蜜罐第二代面霜 来 一个交给你 啊来了哦 你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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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别说你好开头啊来 再来啊三二一 哎你好 我是你的专属美里派送官 熬夜加班之后是不是总觉得教员流逝的特别的快 别担心 你的专属美里一送达 试试这款欧赖亚小蜜罐第二代面霜 质补胶原让皮肤捧起来哦 哇各位喜欢吗捧起来哦 那么我们大家轮播语音包是不是就增加了一条 有没有被我们应该给种草到呢 哎那么刚才啊就是我们讲了就很多我们小蜜罐系列的优点 对不对 那么我们在这里的话我们先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这一款啊 就是我们的小蜜罐精脆水的一个质地 来在这边的话大家可以看到就在这边的话 看一下 然后就是我们如果说给他来一个摇晃一下 嗯 就可以看到就是我们里面就是满满的一个精脆微精脆的感觉 是的来我们可以请我们宁哥来感受一下哎呦摇摇啊 对是的好 嗯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感受一下他的一个质地没错啊 我们可以微微的涂一点哎 他的味道也是不一样的哦 他有一个独特的一个精油香气 对他就是比较闻起来就比较很舒缓那种感觉会舒缓你的这种神经 然后呢也会闻着很舒服啊 好我们先来试一下我们少到一点 OK好 我们可以大家来展示一下嗯哼 嗯 大家可以看到吗就是他的质地经过我们的全新升级 他甚至就会更加的一个清透而且一抹就吸收了 没错啊是不是 可以大家来这样子来看一下就真的就一下一下就吸收了 而且刚刚讲到就他独特的一个精油香气嘛 就是宁哥没有闻到当然就非常的香啊非常好闻是的那么我们小蜜罐的精脆水呢就添加了我们三重富裕精油嗯哼薰衣草精油还有苦橙花精油以及我们的香叶天竹叶精油那么它的味道呢就是很淡呀还有我们小蜜罐的第二代面霜质地呢它为什么会更加的一个风润嗯就比如说像我们的这款我们滋润版的一个质地的话呢我们可以让宁哥给大家来感受一下好呀好呀好呀来我们这边可以稍微想一下一点要我来帮你嗯 来一下啊好 对它这个质地呢就是比较的啊 好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涂上之后就很快的就是会很滋润非常非常滋润啊是的因为它的质地呢就像我们的一个蜂蜜奶酪质地一样的非常适合我们的一个干性肤的去使用 大家我这边可以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啊来这我们稍微来看一下就是像它的一个这段就是 快撞的就真的就像我们一个奶酪质地这样这种感觉啊它非常适合就是我们的一个干性肤去使用它很好推开对不对是的嗯嗯好那这里的话呢它是什么它就是我们的一个润而不腻的一种敷感它非常的好吸收 那你感觉我们小蜜罐精脆水啊然后我们小蜜罐第二代面霜在你手上融合是种什么感觉就是你你摸起来就会觉得更加的滋润然后柔软一些然后呢你如果再搭配上欧莱雅黑精华我想 效果会更好哎没错啊就是这个啊就是我们的小蜜罐大王大套装它绝对不是随便去组合的对不对因为对于我们黑精华可以说真的是非常熟悉老朋友的因为我知道在剧主拍戏的时候我在上妆之前一定会涂这个嗯没有错对因为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第四代我们黑精华是添加了我们能量素22它是我们欧莱雅专研的修护抗老化成分可以帮助呢就是我们肌肤更加密集的去充饮我们的细胞能量强韧我们的基底突然就是让我们的一个皮肤啊看起来干 更加的一个透亮弹能它的质地那种流动性真的是很好的一种清爽的淡青质地对就是因为它真的很很清爽很好吸收嗯因为我之前拍戏的时候如果你那个之前打的东西比较多你随着反复补那个因为拍戏要拍一天嘛反复补那个你就容易结块你的粉底容易结块但是突然这个就就会让你皮肤很润 而且呢就也不卡损啥的啊非常好是的所以就这套嘛就是我们的小米关大王家套王真的是非常的用心的给大家搭配出了就是合理的一个护肤步骤了所以不愧是咱们宁哥的一个头号美理啊那么接下来就到了给大家送惊喜美理的时间了好哎好大家准备好了吗准备好啊好那么在今晚的直播上中呢会有不定期的我们福利抽套所以大家一定要蹲注我们的直播间我一定不要走开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会以评论串的方式来送出我们的幸运 粉丝获得我们的满代美理那么我们的参与方式非常简单关注我们直播间即可参与抽奖点击我们直播间右侧抽奖中的按钮将我们的抽奖口令发送到我们的评论区就会获得我们的欧莱雅小米罐大王家套装那么这一轮的抽奖口令就是我们的小米罐大王家各位请记得先点击我们直播间上方的关注按钮关注我们的直播间那么在我们的直播场中呢可以看到我们新的产品啊赶紧下单啊因为正值我们双十一期间下单我们小米罐大王家的一个 套装更加的优惠哦今晚买我们的欧莱雅小米罐大王家花蜜王家三件套加赠我们的小米罐精脆水2.065毫升两瓶加上我们的小米罐滋润版2.030毫升两罐还有我们的玻色音安平面膜5片加上我们的小米罐截面125毫升正装还有额外的直播加赠我们的刘金蜜30毫升正装以及我们双十一的活动价1039元使用店铺 却满699减40跨店满300每满300减50一共是减到190元所以说算到手的价格到手价只要849元哇那这个双十一还是这个力度是很大的对它力度真的是非常大所以说各位啊可以把我们直播间来分享给自己的亲友一起买买买好一起参与到唱团中呢我们正常粉丝们请记得联系我们巴黎网官方的节点的客服对讲那么没有正常粉丝们也不要 接下来还有两轮我们的漫代美理有些获得我们的宁哥的亲前找大一定不要错过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会请我们的宁哥去往我们的下一个场景看有什么互动游戏等着走啊好好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刚刚一直给大家来分享了就是我们这么多的小米罐系列的一个核心成分的功效那么稍后呢就会来考验一下我们代言人宁哥的一个总结推理能力一起重回我们的开推时刻 你有没有感觉这个我们新场景如何 非常的舒服好好做啊开玩笑 就感觉很无温馨感觉家里的客厅很无温馨很舒适对不对对所以说我们将会在这样的场景里开启一个新的考验一起推理吧开始推理 对不对好那么在直播间呢我们就和大家一起来回顾一下我们的一个知识点 好那么这是呢一道我们的文字推理题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当中有几个格子是不是空着的对来那么就需要宁哥啊来补充我们的关键字将我们的这边正确的字给填入到我们的空格当中来交给我们的宁哥哦这个欧莱雅嘛这个上面有这个欧嘛欧莱雅欧气满满一亮金一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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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互联网无带参 第二带面霜第二带面霜是什么小蜜罐没错小蜜罐第二带面霜下面还有两个大什么大王炸大王炸没错好然后这边是大王炸然后直播胶圆胶圆我这么快就完成了很快嘛好完成了来来来我们给大家来 展示一下啊来我们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宁哥要不您拿着好等一下来看一下啊好恭喜我们宁哥完成了我们这个挑战因为今天呢我们就一直说嘛就是我们小蜜罐系列能够直补胶原对不对嗯那么关键的话呢就是我们欧莱雅小蜜罐的第二代面霜了哦原本的这大成分也是在我们今天全部重磅升级哎我们的抗老四大天王成分当中有三个啊都添加在我们这一瓶当中啊一共四大核心成分宁哥猜猜猜看都有什么 第一个应该就是重组胶原蛋白了啊嗯没有错啊重组胶原蛋白呢是可以说是我们啊缺胶原就补胶原让咱们的苹果肌更加的饱满让皮肤更加的喷毯重现年轻活力是的那么要再考验一下我们的一个啊 刚才分享的另一个核心成分是什么四大胜态嗯哇这个也不会是我们代言人啊没错啊刚刚只给大家简单的来分享我们四大胜态那其实呢它是我们护肤界公认的抗老成分啊能够帮助什么我们来束住我们的双下其实我个人非常需要减肥啊紧致我们的下额线那么除了这两大核心成分之外呢小蜜罐的第二代面霜还有我们欧莱雅集团的王牌专研成分玻色音Pro的加持 哦波斯音Pro应该肯定是不陌生了对我因为好多好多我们这个欧莱雅的明星产品里都有这个成分波斯音Pro啊是的它可以说就是我们的实力站稳了可以让我们的皮肤更加的紧实喷毯那么最后一个成分也是我们小蜜罐第二代面霜滋润的关键麦禄卡花蜜复合精髓是那么它是运和多种胶原合成所需的碎片能够滋润我们的基底就算是秋冬啊上妆前也完全不用担心什么担心我们的一个卡 卡粉啊起皮啊等等问题嗯而且我看宁哥今天的一个状态皮肤啊就非常的一种我自己的状态还行啊最近状态还行然后呢我当然也要感谢小蜜罐啊还得撕小蜜罐还有小蜜罐是不是啊那么就是这里啊真的是就是一点都不卡粉因为我这边是近距离你看这样子近距离看到啊一点都不卡粉各位啊那么除了宁哥的底子好之外啊当然也是因为我们的欧莱小蜜罐第二代面霜的加持了对不对当然那一定是第二代面霜的这个功劳了啊嗯因为有的就是 是我们的更强的配方嘛嗯所以它的一个效果也是更加的一个强劲对不对那么它的一个敷感呢也是经过我们升级了嗯因为刚才我们宁哥给大家展示过了我们滋润版的一个质地宁哥觉得它粘腻嘛对就吸收之后就就是滋润它没有那个粘腻的感觉啊就感觉很润就感觉很润是不是就没有粘腻的感觉是的那么的话它还有一款我们什么清明版哦它是我们的冰淇淋奶冻质地适合我们的油皮和混油皮嗯大概根据我们的肤质啊可以去来进行一个选择 那么秋冬季的话呢其实还是更适合就是和我们的滋润版啊嗯而且就是我们小蜜罐第二代面霜它的一个香味哎它也是非常清清的宁哥会喜欢它的味道吗对它就是很好闻跟那个我们那个小蜜罐金色的水它属于一就是同类的那种清新温暖的那种感觉啊哎是的为什么大家知道吗就是我们人啊是一个嗅觉动物这个感官非常明显的一个嗅觉对不对那么的话它呢就是有一种我们的一个清雅我们的一个清雅花木的那种感觉 它前调什么是我们的玫瑰苦神它一个结合嗯就会让人感觉就比比较明媚嗯哎就感觉心情一个忽然开容感觉嗯那么它的中调呢是什么是一个清雅的木兰和茉莉哦这就感觉就是让人啊就是感觉就是有一点平静就是闻的会非常的一个舒适然后相结合嗯那么它的厚调呢会增添一点什么就是我们一个柔暖的一个白色香和惨木对我觉得它就是考虑的非常周全 而且呢让大家有更好的一个体验的啊对因为我们刚刚讲了吗就是刚刚您给讲了就是我们会增加我们更多的一个体验感尽量的考虑大家的一个需求是升级我们产品那么在这里的话呢我们的开盖它也变得更加丝滑了因为之前的话呢我们是一个珠宝和一个锁扣的这样一个设计对不对就可能拿起来我们大家都就是不太方便所以说我们也是升级了升级了嗯所以大家意见我们升级了我们就改成什么就是我们的一个分体悬盖的一个嗯设计就是你这样子 一打开还有个咔嚓一下这感觉哇就很就我男生其实很比较喜欢机械感觉解锁一样的嗯就一使用起来方便然后听起来然后它的一个产品的效果都让我感觉到就是很心旷神仪的感觉是的哎那么就像您跟我所说就是我们的秋冬季啊真的就是离不开我们的面霜对不对啊当然就是你就是秋冬季的时候呢你的皮肤就比较容易干燥起皮那用这个小鼻罐第二代面霜就是有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你在沙漠里遇到了水啊 哎啊一下就嘎嘎滋润了是的就像比方说我们一个秋冬幻季的时候嘛就赶紧入手我们这款我们的小鼻罐第二代的面霜啊我要给大家来讲一下就是我们的双十一的精细一层您哥可以先拿一下哎来好嗯那么就在我们今晚就购买我们的欧来啊小鼻罐滋润滋润60克我们第二代小鼻罐滋润30毫升两个我们在双十一的活动价369啊那么使用我们的跨店满减每300减50算下来就到手价呃掐指一算319 哦所以大家请记得啊就是点击我们直播间上方的关注按钮关注我们的直播间下单您所吸引的产品真的非常的划算好好那这里的话呢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对不对嗯哼就是接下来啊您哥要给大家再打来我们的一个美丽好物它是什么呢它就是很便携而且不耽误你就工作的一个一个糊糊品啊做事了哎大家可能猜不到是不是没问题给大家来展示一下来登登请看它就是来 来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我们欧莱雅的安平面膜和我们的奶排面膜的组合您哥想请问一下怎么会选择我们这个面膜的组合的就你因为我首先第一是什么呢第一就是你那个我之前在剧组你每天要比如说拍户外戏的时候尤其是夏天阳光非常的强烈尤其今年夏天给我就是真的是啊这个给我一个重重的打击啊就外边那个暴晒那个那个那个太阳所以呢我也新学了就是一个晒后美白修 修护的一个小妙招然后呢但是你要先修护然后再美白然后呢平时呢日常我就会用那个安平面膜啊早上化妆之前就是先敷一个补补水啊然后呢长期在户外拍戏的话晚上晚上收工回到家我再用那个奶白面膜啊哎我们宁哥的这个使用方式啊我们大家就可以来get了起来了是啊我们晒后啊我们的肌肤啊就不能够特别心急的去我们的美白产品对你要先干嘛各位给肌肤补水对修护一下对这个我感觉是大家就是 很多的就是不知道这一点就大家直接哎我皮肤黑了我立马就去用美白产品在脸上那一弄这不行我们给大家得补水啊对不对让我们有一个修护的一个时间因为你皮肤稳定了我们这个效果才加倍了对是不是才会有美白的效果更好它是个健康的一个状态你才能吸收更多的营养嘛对吧对然后在这边呢就是变形我们刚讲它变形嘛就去哪里哎都非常好戴上对不对那么的话呢大家看一下啊就是我们的一个面膜嘛是很方便的那么就在假期的时候呢我们出门 旅行啊有出差计划的时候嘛带上我们的爱皮面膜和我们的奶白面膜呢也可以轻松应对一些我们的肌肤的问题了那么既然您哥啊是我们这款面膜的忠实用户了那么我这里呢也有不同的我们的肌肤的困扰就看看您哥给到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一个解决方案来这边那就是我们假期出去玩了啊我开心了但是呢我的皮肤好像不高兴了啊哎像这个的话呢我们应该去使用什么呢真的是皮肤有什么不高兴的 皮肤还挺大啊真的是来我们解决方案就是这个安平啊安平面膜可是咱们靠自己还管不了它啊我们得用什么哎就是用我们这个了对不对我们的安平面膜来修护一下让他开心一下来开心一下哎是的那么有了我们这个安平面膜呢我们修护了我们的一个敏感肌肤对不对然后解决就是我们的泛红啊还有暴皮啊等等一些的问题对不对那么的话这些问题迎刃而解啊各位是不是 是好那么就随着这个困扰随着我们私下这个面膜就一起带走了啊好那么的话我们宁哥在就是平常这款我们的安平面膜的时候感觉怎样对就会很舒缓嘛就会很舒服然后呢我觉得其实不仅是夏天你说你晒完之后的一个修护你在秋冬季节比较干的时候你也需要他给你来做一些补水的修护啊哎是的就是因为我们刚给大家等于说就是以一个图片来告诉大家我们该怎么来去做非常的形象生动 那么的话我们也得把我们的食物拿手给大家来看手搭手的啊来教大家怎么去用因为我相信我们在直播间很多大家都是刚新进过来的然后有的人可能不太了解我们产品是那么在今天的话也是我们给大家就是教大家怎么去使用的过程给大家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方式去怎么去做那么我们这一款啊就是我们的安平面膜当中呢同样也添加了我们小鼻罐第二代面霜的同源成分浓缩的玻色音pro它的呢就是修护我们平靠能力啊非常相当的能打啊 嗯那么就还可以就是加强我们晒后的一个修护地搭配我们的B5泛唇又能够去舒缓是我们皮肤啊很多都会有敏感啊嗯泛红啊这些问题还有什么就是我们的三重玻尿酸这就不用给大家来讲的我觉得是他是给我们的肌肤达到一个深度的一个补水效果因为我们刚刚也强调了你如果说就是我们晒黑啊等等啊晒伤了之后我们得先补水深度补水对不对嗯哎他就有效果还是能够去强热我们那个屏障我们宁哥是不是就日常的话也会用到他吧对因为像 像像像像我我大家就还好我这些是咱家这些朋友们还挺好的就是他不需要说每天上镜什么样的他只要保持肌肤的一个健康状态让他就是很稳定就一一周用个两三次就差不多但是我我拍戏的时候我基本是每天早上起来必须服一个然后让这个皮肤一定是处于一个非常好的状态而且你早上我一般都是醒醒了之后洗完脸然后贴上之后然后直接就坐车就去开工了然后到了化妆间基本那个时间也差不多就可以摘下来也不耽误 你做其他的事啊也不不会受到任何影响是的这个为什么就是不耽误做其他事其实我给大家来讲啊因为我感觉是面膜当中他的服贴很重要对就是你如果说面膜当中一贴到脸上滑下来了是那你做很多这部分你只能躺在那边对而且固定在一个地方但现在就是我们做到就是可以就是他很服贴在我们的脸上对他他这个面膜的这个这个这个布我觉得他是我就是觉得非常舒服的啊对就是天脸非常舒服是的就是他能够让你就等于说做一个很大事比方说我们啊看看剧啊看您给我们新的剧啊 啊看您哥的直播啊是不是对那么的话呢就是他的一个包装啊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他的一个整体的感觉那么现在讲他包装为什么他这样的一个设计嗯对不对他的呢是把我们的一个精华后面的膜布来分开对分开的一个设计比较特别好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一个原创的一个膜液分离的一个设计嗯就他分为什么我们的一个精华区他满载就是我们33克的一个精华液嗯他蕴含了满满的浓缩的菠色音pro然后他还有个我们的膜体区 他用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天然海藻膜布就我们刚刚宁哥所讲的说这个哎膜布感觉完全的不一样对不对对不一样啊很舒服很舒服是不是对那么他可以承载我们21倍的精华液哦那所以说宁哥才可以就是做到刚所讲的一边敷面膜啊就是一上车啊一坐然后就到我们现场啊就可以拍摄了是不是就是可以一边敷面膜一边做其他事情所以接下来呢我们要请宁哥来给我们来演示一下怎么去激活这个艾民膜为什么我们是分开的包装怎么激活呢对就是因为他上面 首先这个这个这个包装上上面有会有告诉你怎么弄然后有个虚线哎虚线告诉你怎么折然后呢通常就是这样啊折折三折嘛啊对然后其实这么 一捏就过去了啊对过去之后然后他上面告诉你要这样但我通常不会啊我通常是 但是但是我我自己的用的方法啊我会这样晃 哈哈哈哈我会这样晃第一可以把这个这些都甩过去把这个这个精华液都甩过去啊而且可以让这个布 就是充分的这个蘸满这个这个这个所有的精华液啊啊 啊其实啊其实就是我我看到这个产品之后然后我我就是这个用法嘛我跟你一样我感男生吧对他那看他上面就很文雅让你一点点去这样补摸他是我们就是这样晃一晃就像我们吃干脆面那种感觉就是让他就是快对 充满这个每一个膜布上的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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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华液啊这样就就分哎而这个时候断裂还减肥了那也不去啊这点肥还是减不掉的啊对啊没错啊那么就是可以看到就是我们一个非常 一个简单更加简单更加快速的啊啊把我们的精华给注入到了膜布当中了来所以说这里的话呢我就给大家来就是打开来看一看啊 可以来看一下就是我们的天然的海藻膜布呢在注入我们精华之后他能够将我们的膜布去一个折离化啊 就是他能够让我们的一个吸收变得更加的高效 嗯来啊没错我给他就是充分的一个吸收均匀了我觉得非常充分非常充分绝对非常的一个充分一点不再浪费了啊是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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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那这边的话我就 就一折吧给到时候来看因为我手比较小大家大家等于说就是我们注意一下啊好不好好来这边来看一下啊嗯稍微我贴一下 好来各位来看一下就是他的话呢就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他这是精华真的是满满那种感觉而且他的一个膜布啊这是非常的一个轻薄并且是服贴大家看到哎我动 哎我们大家一个脸在就是我们做其他事情肯定没有我这个服贴大家对不对他就是非常的一个服贴而且他真的是很轻薄 然后他呢就是可以持久不脱落 对我觉得他就是嗯因为这个这个膜布的这个厚薄程度我觉得对我非常友好因为可能啊大部分的面膜 都是为女孩所设计的但是可能我第一是这个可能男性这个骨骼会稍微的高一点然后有的时候这个鼻子两侧就会翘起来我正常的正常的膜布的话 那这个就会很补贴整个就是都贴在脸上啊非常友好啊是哎像这个的话呢就宁哥因为脸很小大家都知道见我这么多次的我脸比较大我这个根本就不需要 还行我根本就不需要管这个面膜怎么讲我总感觉他腹部在我的脸的边缘你知道所以说我也我也差一点所以拿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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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华液稍微抹一抹啊哎大家知道吗就是我们敷面膜啊我们大家差不多就是15分钟的时间吧对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可以不用躺在床上用这个面膜刀双这么快他都不掉对不对 是的就可以利用这个时间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有一个困扰要请我们的宁哥来支支招了嗯这个困扰呢大家请看在宫卫晒太阳不仅啊有半位他还有班点这个怎么办 怎么多事呢没有开玩笑你想想你在工作的时候还能晒到太阳那机很幸福对不对但是有一些东西就是幸福会带给你一些呃困扰吗比如像 脸上会长一些这个这个这个暗沉的一些斑什么的那所以呢就是我们享受阳光同时你得变黑对没错美黑一下所以晒后呢我们就得美白一下所以得用这个奶白面膜了啊哎没有错啊美白一下啊就是我们可以去到我们起到一个我们一个淡斑淡印对不对没错没错那么我们的奶面膜呢他不仅仅可以就是晒后反白那么还能够淡斑淡印啊那么有了他之后这些问题 刷的一下就不见了各位是的啊啊有一点夸张但是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效果给大家让大家就是更加能够在看我们的直播很快的同时也了解到了就是我们的每一个产品它的一个功效啊是的那么这个困扰呢其实也能够随着我们三面膜一起带走了对不对嗯那么宁哥就是觉得我们一个奶白面膜它一个美白效果是怎样的 它这个你反正是美白的而且而且它它不可能是那种及时的效果啊如果它真是及时的效果那就是不太靠谱我觉得啊所以它是你会感受到只要你坚持用你就会慢慢的感受到皮肤会变得透亮啊一点点恢复对一腔多的话这个我们都怕的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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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它是慢慢的去改善你这样子然后就是呢我们这款就是我们奶面膜当中呢有多种是美白的一个成分这其中大家所熟知的就是我们的一个烟纤就做到我们的一个表层它组黑 哎那么先阻断我们黑色素的一个传递那么再由呢就是我们专研的377啊就做到我们的中层的一个退黑它去抑制我们的一个黑色素的一个生长嗯那么最后来搭配我们的VCE的一个衍生物和我们的虎杖跟提取物然后进行我们的一个深层溢黑哦那就来持续的去降低我们黑色素母体的一个活性哦就是由内而外的做到层层一个退黑所以它就是你需要去持久的一个长期的去使用大家相信我就一定能够看到这样子一个效果 对它关注的每一个点都是跟那个黑色素去做斗争嘛所以美白效果会非常好嗯是的因为这个我们刚刚讲斗争哪一个斗争是很短暂时可以结束的都是一个持久性的对不对就是我们所以可以就使我们的一个美白效果达到一个大家有目共同感觉大家可以去试一下啊那么我们在大家就是很适合大家在一个冬天的时候啊就把我们夏天去晒黑的一个部分通过一个冬天我们就使用它绝对在第二个夏天对明天时候你一定可以白回来是嗯嗯而它的一个蘑菇啊刚刚你那个 特别强调就它那个膜布也是非常一个服贴和舒服的对对虽然它的那个那个那个安平面膜那个是不一样的但是也是非常服贴的就像就很薄的一层奶皮的那种感觉哎是的因为我们的一个奶杯面膜啊它用到是我们的微米级的一个纤维哦它柔软的就像什么第二层我们的皮肤哦对它可以承载什么我们16倍的一个精华就让精华更好的然后被我们的皮肤所吸收嗯同样的它也非常的一个服贴所以说在这里的话 我们想请问就是宁哥就是这两款同时摆在你面前宁哥您会怎么选那当然是搭配的用才更好嘛刚才聊到就是你是要先把让皮肤进入一个非常稳定健康的状态嗯然后呢再去用一些美白美白像的一些产品会效果更加的好啊所以总结来说all in全部带走是不是啊是的是的所以说这个我们好用的一个我们这个面膜组合大家都可以尝试起来啊那么我们也可以来抽出几份啊来送给就是我们的薰粉对不对好那么在这个之前 之前呢我们请我们的宁哥来选择一个气球吧来看一下我们解锁怎样的一个游戏挑战呃那就选一号吧一号嗯哎好没问题啊一号精装朋友圈啊哎都不用我说了您哥已经知道反正经装朋友圈精装朋友圈嗯那么有个问题来问了啊宁哥就是平时喜欢发朋友圈吗不不太喜欢对就是问啥呢就没有我我会经我会经常发朋友圈但基本都是我的工作上比如说我自己发新歌了嗯我要告诉我的好朋友们 最近我们发新歌了啊听听然后最近剧上了啊看看剧啊或者有什么活动啊这种呢我都会通过朋友圈的方式来告诉我的朋友们因为他我的朋友们都没那么关注我哎因为的话呢其实就像我们很多艺人啊都已经就是在很多人的面前所展示了就自己的一个私生活我觉得还是需要有一个自己的一个生活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呢我们刚刚讲精装朋友圈啊大家都说毛胚的人生精装的朋友圈那么就比如什么嗯我们前一秒啊我们还扶着面膜呢下一秒 就发了一张皮肤特别好的素颜照的照片配文天生好皮肤啊哈哈哈这时候您有没有这种特别特别反差这种经历或者见过的或者自己的我反正我可能就是大家我反差就是你可能看到比如像像我今天来这个做直播然后你就是感觉好像还人魔狗样的对还还挺怎么能这么说的光心亮丽啊还行就是感觉就是还行但是比日常里其实是早上起来可能也就刷个牙 然后就一天也不不不不洗脸不洗头然后在家就穿个很宽松的T恤啊然后那种睡裤啊就很舒服让自己怎么舒服怎么来然后当然就是工作的时候还想还是想把自己最好的一面展现给大家嘛啊哎宁哥这个真是天虚了谦虚了就是我总是就是宁哥总是在面前自黑但是咱们也是看到过咱们宁哥素颜的样子真的是绝对是能打我绝对是有发言权的大家知道吧打小孩行别人打不过啊这个来就来讲一下就是我们确实这样 就是我们也准备了就是我们两张图片和我们对应的一个场景来让我们宁哥来选择一个合适的文案哎我都给大家看到了不好意思今天暴露了来看一下首先来我们这一张照片就是感觉啊是我们非常一个随性的一个风格稳稳的是不是拿点美貌啊但是这其实三条都在付我们的安平面膜呢宁哥您觉得就是在这边的话你要选择一个要不您先拿着啊你要选择就是一个怎样的这样的一个文案 是不是你看这张照片造的就很做作就感觉好像在搞感觉好像在思考在观察着什么在沉思在投入一件事其实就是纯纯的一个摆拍所以呢所以呢就是有一种什么呢告诉大家要让肌肤和心态都稳下来啊有这个感觉好哦这是可以这样的吗哦这是撕错了我们撕错是吧来我来撕一下来撕一下嗯所以说哎这好像当时不是就当时是在盘圈应该是 嗯应该是 我来反方样子我看有朋友已经说了是春晚后台 好我都我都不太记得你这样记得 这个在我们这边都是我非常关心咱们宁哥的啊春晚后台来贴上去啊 哎哦这个是在春晚后台是吗好像是应该它是一个Vlog里边的戒图是不是还是什么我不知道啊可以啊哇这个就是让我们当时也回忆起来了其实已经有点忘记了是吧是现在就是通过我们大家的一个评论啊所以说我们也实施宁哥在看歌 各位啊我们每次直播宁哥都要把手机放在我们这个台前一定要关注到就是我们直播前的各位你们发什么话所以说这边想说的话也可以打出来我们就给大家来互动对你看我们这个巴黎欧莱亚还给我点赞了对不对哈哈哈我我既然有巴黎欧莱亚欧莱亚老板的这个微信哇就是很厉害是不是给我点赞了哎所以就是用我们的一个安平面膜呢就是可以轻松拿捏换剂啊好来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下一张照片嗯哎这一张有记忆吗 这你看这带了个泳镜出门吗没什么开玩笑我不太记得了我真的不太记得了哎这张是什么这是什么就是我们非常微笑的面对我们车外的阳光哎这干嘛去有没有知道的啊不重要啊然后所以呢来我们来看一下就是在这个的话呢我们应该是想要配一个怎样的玩这是一一看因为你看那个通过这个车窗你知道它是外边是白天吗啊 这个为什么外边天那么黑呢因为要显得脸白一点所以外边天感觉像是黑的所以呢这个时候就是在白天出行的时候然后呢元气满满的就是一个出门所以呢就是你要哪个啊区区阳光不过如此好那就这个啊区区阳光不过如此来后面应该加再加个耶是因为这个配合这个表情有表情不好对来一个那你来贴我来我来我来好好好区区阳光不过如此不过这个真的我 感觉很帅的一种感觉这个直面这个镜头的感觉应该也是初期某个活动是有朋友已经说了去年的微博之夜啊原来这样子还是我们的歌哎好像是好像是我们的歌我不知道反正就是反正为什么他们会误会呢因为这件西服是我自己买的然后穿了三个活动他的也分辨不出来对因为自己买的就多穿了要不钱赔了对对对啊但真的我感觉就是宁哥的这个衣品真的非常的好而且就是在之前直播的时候我就记得宁哥非常的因为我之前看了我特别去看了嗯 很多直播贝蒂偷偷的看就是宁哥的话也会听粉丝的一个意愿啊然后就讲哎这个衣服啊什么什么什么样子哎那我就换一个吧哎这个好像不穿了你们说好看我就穿这个衣服是不是对对对有很多朋友想想看我穿瘦腿裤然后当我穿完瘦腿裤之后有朋友开始讨论了说为什么要穿瘦腿裤穿肥腿多松弛啊啊这两拨人就是反正就是在纠结这件事但没事我就轮着穿啊哎所以说就是我们这边啊就是我们去阳光不过如此表面反而在贝蒂还是得敷下我面膜啊是不是对当然你回家之后 你就是你晒完一天还是得就是奶白面膜整一下啊整一下就敷一下啊没错所以说在这里的话我们就是想要稳定啊我们的一个白皙的一个肌肤啊真的就不能够错过我们这套能够让你安心白的我们的暗面膜还不是奶面膜的这样子一个组合没错那么我们宁哥的精装朋友圈的也成功发布了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来送出我们这一轮的我们的惊喜美丽咯各位准备好了吗马上就请我们的评论上的方式来抽取我们的幸运粉丝获得宁哥所送出的满足 带没礼那么我们的参与方式非常的简单so easy关注我们直播间即可参与我们的抽奖点击我们直播间右侧的抽奖中的按钮将我们抽奖口令发送到我们的评论区就有机会来获得欧莱雅的安平面膜5片加我们的奶白面膜5片那么这轮我们的抽奖口令呢就是先修护再美白那么请记得先点击我们直播间上方的关注按钮关注我们的直播间在直播过程中呢看到了新产品赶紧下单不要错过那么在今天呢我们全新生 升级的我们的玻色音安平面膜呢和我们的一个奶面膜的李正真的是也是超棒是太棒了因为今晚呢就买我们的欧莱雅的安平面膜我们10片加上我们奶白10片那么加赠我们的安平面膜的玻色音升级版11片加上奶白面膜10片还有额外的直播加赠安平面膜1片那么双十一的活动价449使用我们的跨店满减每300减50所以算到手价格再掐着一算啊399 所以说各位啊这一套真的买了应该愣住了不是我我觉得刚刚才那段词我特别想念一遍因为我我在想我我能不能做到一个就是像我们主持人这么优秀的以后我可以到时候跟品牌做直播我来做主持人来邀请嘉宾来是不是哎呀你应该这个谦虚了那应该要不要来来稍稍微来试一下来试一下没问题没问题好朋友们我跟大家说一下啊今晚呢买欧莱雅安平10片加奶奶白面膜10片再会 加赠安平面膜拨色音升级版11片再加上奶白面膜10片那还有呢额外的直播加赠安平面膜1片双十一活动只要449那使用店铺跨店满减每300减50算下来到手只要399哇就有重点也不容易也不是很容易啊也不是很容易啊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宁哥你非常厉害为什么我这么来说因为这个的话这个词因为我早上就来彩排了是不是我这个彩排也第三遍了 没有因为你是正经主持人嘛我是可以瞎玩的嘛我可以表达的很兴奋我但是这个我们主持人一定要就很很正式的告诉大家有这么样的一个惊喜啊来各位啊那么宁哥都这样子了在稍后呢我也要秀一段也可以也没必要我秀不起没有没有开玩笑对所以这个就是你买了这一套我觉得就可以用很久是的就可以真的真的用很久因为我觉得就是为什么像宁哥也给大家强调因为我们今天的这个机制啊我觉得真的是还非常不错的 是对今天就是我们大家如果说你觉得我们产品是比较不错的非常好的话先就可以去体验一下去试一下嗯对我相信在我们通过我们这个秋冬的一个去使用那么在下一个我们的剩下来临的时候一定是一个美美白白的你一个不一样的你嗯所以说在这里的话呢我们各位可以把我们的一个直播间分享给自己的亲友啊一起买买买一起参与我们的抽奖嗯那这样粉丝们请记得啊一定要记得什么联系我们巴黎欧莎的官方企业店的客服对象 那么没有中奖的粉丝也不要灰心因为接下来啊还有机会获得什么宁哥的亲天照大家不要走开啊对好按这里的话呢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宁哥今天带的礼物太多了啊第三款我们那个魅力豪也在我手中啊来给大家来看一下来各位猜猜是什么登登嗯嗯哎我们的这套副盐水乳宁哥请问一下为什么会去选择就是这个是想要跟前前两个礼物稍微有一些区别吗 啊而且我记得有一次是那个母亲节直播然后呢给大家这个分享的这这套副盐水乳就比较适合长辈啊妈妈啊这种的这种送给他们非常的合适啊是的就是这一款我们的副盐水乳很适合我们熟灵机的女性去使用啊而且在呃我前段时间吧就不久前应该就多多少个小时前吧十几个小时前嗯我听到一个我的偶像给我讲的一句话嗯说女孩不管是什么年龄 呃女生不管是什么年龄她都是女孩哈哈哈哈都是应该是要去好好的去对待自己的哦是的是的是不是哈哈没错没错啊好那么就这款我们的一个副盐水乳我觉得非常适合我们熟灵机的一个女性去使用就像我们日常啊就觉得我们的一个皱纹增多啊还有我们的皮肤松弛下垂啊还有我们的一个暗沉无光啊就可以用我们这套我们的副盐水乳一套三抗 帮助我们去抗皱放松抗暗淡出这样的一个熟灵机对其实这个不仅可以送送给长辈啊送给妈妈呀当然你跟你妈一块用也是可以的啊你家用一套也挺好的啊是的因为我觉得什么就是我们就是真的我觉得女生不管在任何一个年龄段我觉得都是要把一个美去展现的因为你美了你的心情会变好因为女生其实比男生更加一个感性对对不对所以我觉得就是你们心情好了我相信家和万事心任何的事情都会变得更好去处理了 然后也会让你的心情变得很好每一天你都会过的哇美好一天又开始了那么就是我们这个的成分呢也是经过我们的一个革新的专为我们的一个熟灵肌肤去设计的那我们的复配的抗老化体系呢包含了什么包含我们的温和的抗老的氏黄醇衍生物和我们的圣态组合抗皱紧紧致还精选我们的VC精粹让我们的一个肌肤患量容光焕发患量啊它制定的同样的非常的清爽保湿啊对那么在我们的一个秋冬使用 它就是也是滋润不粘腻的是的是的而且而且这个这个复原水乳呢在我们欧莱雅的这些产品当中的口碑啊还有这个回购率都非常的不错而且它有超过20年的历史的一个经典护肤品而且它不挑季节不挑肤质送给妈妈非常好啊不会出错对送给自己长辈真的是不会出错那么所以啊就是在我们的双十一期间我们的复原水乳的优惑力度也真的非常大我给大家来介绍今晚的惊喜李子啊开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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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咱们咱们听快的好不好 感受还是要大家听轻嘛听轻啊没问题那我们先让他们感受到这个有多么的优惠多么的优惠好的我先着重来讲那就是今晚买我们的欧莱雅复眼水乳第二代复眼柔肤水65毫升加上我们的第二代复眼乳液50毫升加我们的第二代复眼日霜25毫升加第二代复眼洁面30毫升加我们的鸡血草面膜两片还有额外的直播加赠安平面膜一片还有双十一的活动价439元使用店铺满减50 就是算下来到手下掐这一算389元 不撑不撑啊啊啊那么的话这个的话我们就之后再给大家来修段快的哈哈哈可以了对大家听得很清楚了啊那么在我们的直播啊其实马上要接近我们的尾声了对不对嗯那么还要请我们的宁哥啊哎来选择一个我们的气球来进行下挑战看解锁什么样的游戏嗯那就5号吧5号哪个嗯这个5个啊嗯啊来看5号什么挑战我话我猜啊 哎我话我猜这个名字是不是一听就是感觉有点熟悉啊有点不一样啊因为别人都是你话我猜哎我们是我话我猜是这个游戏的话不一样啊对于我们宁哥一个考验嗯就大了为什么他重点不是画功考验什么咱们宁哥的一个记忆力和抓重点的能力哦可以啊好那么的话我来讲一下就宁哥我们先拿道具啊我来讲一下怎么玩啊就是我们之前跟大家看到了吗是不是一共有12个一个格子12公格的一个板对不对嗯 它分别对应了我们12个送礼好物嗯所以接下来呢我会说出每个序号对应的一个送礼好物嗯宁哥呢要在我们的5秒时间内把它简单的给画出来嗯等12个我们送礼好物说完之后啊嗯我会随机来进行提问序嗯哎就是说我会说出比方说我说1号然后你要说出是什么东西 我得看这个图对不对对你我可以看这个辅助你记忆哦哦那行啊那行啊好吧嗯我自己画的我得认出来哎是你得认出来然后呢就是我们要达到什么算超然真功我们一共12个对我们达们1万挑战6个答对了超然真功好可不可以好准备好了吗来来来来好我相信宁哥肯定可以啊南宁哥那给宁哥有个提示啊嗯不用画多像只要你自己记得你可以是暗语好的联想出来就可以好游戏准备开始321我要开始暴死了嗯一鲜花二水果 三三面膜四项链五包包六第二代小蜜罐面霜七玩偶八红包九复眼水乳十口红十一蛋糕十二小蜜罐大王炸套装可以了吗 哈哈哈哈我真的我一看这个图我太很厉害很厉害了不知道怎么来形容来要不我们先啊十是不是没有听清楚要不我再来一个因为我看这个空格我跟你我我就先不跟你说什么吧嗯就是他跟某个有关嗯是我们面部的下下面一半的是什么会使用到的哦那就十是口红啊我想起来对对对 十一是啥呀十一是什么哎我我感觉我透露的好像太多十一百是吃的东西嗯好可以吗我们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好不好可以这个就是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是不是来各位来看一下啊哈哈哈来看一下好那么宁哥我们现在要开始考验了啊可以啊好不好啊首先第一个是不是太简单了大家都看出来了第一个核花蛋嘛核花蛋好第一个是什么鲜花鲜花啊不是核花蛋了哈哈哈 哈哈哈来我们的第三个 第三个是我们的这个面膜吗我们的这个安平面膜好那么的话我们的第六个 第六个第六个这个这是那个那个那个小蜜花二代吗对吧二吗啊第二代小蜜花面霜面霜啊好没问题那么的话我们的第八个 第八个是 思考一下第八个什么这个我在想什么意思第八个啥 啊这个是一个路灯然后一个人站在底下不是不是 不知道反正是一个长方形的一个东西 长方形的对哎他这个长方形的东西好没有答对啊那过了啊好那好一个没答对啊啊好那么下一个我们的第九个 第九个是复盐水乳啊两瓶嘛啊哦两瓶在这两瓶啊两瓶啊没问题啊好那么接下来的话我们的第七个 第七个是 啊啊玩偶玩偶对我当时想画个小熊但是没来得及啊啊这小熊是吧我以为这个气球你知道吗玩偶啊玩偶那么第十二个什么 第十二是王炸吗王吗 king 吗啊王炸王炸礼盒哎所以就是我其实看到我们最最有意思就是我们这边一个 king 知道吗一个方块一个 king 啊这什么啊小蜜罐大王炸套装啊那么我们接下来的话我们让我看一下其实哎大家想问哪个大家想问我都知道了其实大概就只有我真的是十一没听清啊啊 这是荷包蛋吗这个苹果吗这个那个花水果这个是我们的面膜然后项链这是包包包然后这个是第二代那个面霜 小蜜网面霜哎 马偶然后这个是什么红包这红包红包是吧红包啊红包然后这个是敷衍水乳这个是口红这个不知道是什么这个是王炸啊这个是蛋糕十一是蛋糕啊十一是蛋糕啊哎对对 有时候我感觉像写蜡烛吗还有伯母这种感觉有可能没有没有没有我就是少听了一个啊那个绝对是我们挑战成功对不对好在这一轮啊我们就成功的来解锁了我们的最后一轮的重粉没礼了啊嗯那么我们这一次要送什么来各位哦你们所期待的登登宁哥的青天明星片大家期不期待要不要来宁哥请拿下哎好嘞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将会以我们抽奖的一个评讯上的方式啊来送给来抽取我们三位幸运粉丝获得我们宁哥 就送出了满带梅里那么参与方式很简单关注我们直播间即可参与我们的抽奖点击我们直播间右侧车厂中的按钮将我们的抽奖口令发送到我们评论区就有机会来获得我们刘宇宁的青千兆啊那么这个呢口令就是什么梅里满带惊喜上门就是我们这次的一个主题嗯好那么重要的粉丝请记得要记得连续我们发的由来啊官方前面的客服来进行对讲大家请记得点击我们直播间上方的关注按钮来关注我们直播间有新的产品呢就可以下单了那么双十一期间呢 我们的巴黎欧莱亚的产品的理质呢也都是非常非常的划算哦就是各位趁着我们年中大处赶紧要去囤起来吧啊哎呀嗯而且这里呢其实也真的非常感谢我们就宁哥带来了我们这么多一个美丽毫无惊喜上门对不对哎那么大家就是有没有就是让我们的一个美丽装进我们的口袋呢我相信我们还有稍微一点点时间大家马上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一个抽奖环节了是不是哎那么就是宁哥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感觉到我们今天其实就是因为宁哥 其实今天过来的时候嗯觉得有今天有点不舒服啊还行还行但是今天的话还是为了给大家能够得到一个呃很好的一个反馈让大家能够看到一个非常精彩的直播其实我感觉今天状态真的也非常非常的好我就把这个劲儿调的高一点嘛啊就稍微有一点问题没事啊就是小小的送寒了一点啊送寒了一点啊因为最近啊其实我们也可以提醒一下我们直播前的一个各位啊注意了因为最近是我们一个秋冬的幻季没错春秋幻季啊对对所以说就是很多人啊就我们 衣服会穿少了然后那么的话我们身体就会变得就是容易感冒啊什么的所以各位一定要注意身体好不好没错没错那么的话呢来各位我相信我们一个奖品已经送出去了究竟是哪位送的我们的一个清天照呢很开心啊对不对那么的话呢我们时间也过得很快嗯和宁哥的一个相处时间也要到尾身了那么还有没有什么话想来送给我们大家的哦那首先呢这个这个也感谢今天所有到场的朋友还有昨天的那些朋友们感谢各位啊 好感谢各位那这一年呢也就剩下两个月了也希望大家能够愉快的度过2024年然后把惊喜带给自己身边的人也希望在场的每一位好朋友都能够越来越好嗯正在这里的话我也替我们屏幕前的各位啊来谢谢咱们宁哥的祝福啊因为真的很感谢就是我们宁哥的到来那么也希望就下次再带来我们新的一个满代美丽来到我们巴黎欧莱雅官方前面的直播间对那么后面各位还有我们的主播啊给大家来持续锁定 来结束我们双十一福利大家一定不要走开离开我们直播间那么宁哥先和我们粉丝来说人再见拜拜各位下回见咯拜拜拜拜